咱们呢书接上文 步入正题 接着昨天的故事开始讲 所以你看雷哥呀 从这个整来了200个打不留 聂磊手里面这个米啊 也是越来越多了 包括从这个有关部门出来了之后啊 我感觉聂磊是有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呢也成熟了 人呢也成长了 但是别管怎么样 是有惊无险也好 还是一次又一次的私立逃生也好 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了 雷哥就想把它做好 咱们的日子还得往前过 这个社会呢还得一步一个脚的走 虽然自个的女朋友刘艳丽走了 那心里边心疼 是难以割舍的一道鸿沟 但是你不过日子了吗 你每天都是拎钉大罪吗 那不行吧 所以说该干啥呀 你得干啥 全豪实业的办公室里边坐着聂磊 坐着磊哥身边的几个大兄弟 那突然间呢 说你看咋的 就接到了谁呀 就接到了李子涵打来的电话 打电话那头直接就说了 喂 诶 聂磊 我是子涵呢 这一听是李子涵呢 聂磊都想把电话挂了 王群立当时在旁边说了 你配合配合他 对不对 你别老说 这不接他电话 躲着他 回头上公司来赌你 磊哥其实吧 不能说对李子涵没什么好印象 但是这一把确实是人家帮了你 对不对 雷哥当时就说了 怎么的 你说吧 说你看看晚上要有时间的情况下 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呗 咱找个地方溜达溜达 那我值得一个小面馆啊 特别的地道 我也知道你不太喜欢去那种大环境 大饭店里边吃饭 咱俩呀 就是找个小苍蝇馆 吃点饭 然后呢 我陪你喝着酒 你看看行吗 我这没有时间 晚上我得陪着我这帮兄弟 那而且从那个烟台过来一个挺重要的客户 晚上我得陪一陪 那咱就明天 明天我也有事 明天我有哥们过生日 那咱就后天 总之你哪天有时间 哪天咱俩就吃饭 你不能一天时间都没有吧 你来 你就这么故意躲着我 这有意思吗 你到底躲我 躲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咱先不说别的 就单凭我帮你这一回 我也不非得要求说 跟你谈恋爱也好 这咋地也好 你觉得你不该请我吃顿饭吗 啊 雷哥当时一听啊 还确实是 但是有一点啊 咱俩出去吃饭行 咱不能提这种说谈护论嫁 你请我愿的事行吗 咱就是正常的在一块吃点喝点 完事了以后呢 我对你表达一下的谢意 你要能答应我 今天晚上咱俩就吃 你要一见着我 又是能不能娶我 能不能跟我结婚来 又勾引我 那我指定是去不了 你放心 今天晚上咱俩就像朋友一样 互相多聊聊 是不是 你也了解了解我 我也了解了解你 你不用了解我 了解多了以后吧 你会觉得我孽脸并不是个好人 知道吗 你这么的吧 你上公司里边来找我 晚上呢 跟我这帮兄弟一块去吧 在一块吃点喝点 行 你乐意领夺人都行 你只要见我就行 那我现在呀 画画妆 我描描眉 画画眼 我这就过去找你去 你等我 电话趴着一撂下 所以你看这撂下电话之后 咋的哥 这个李心寒呢 直接开着他那台车 就来到全豪实业公司了 就今天一看 刘爱丽就是精心打扮了一番 这一点一点 说来到楼上之后 雷哥的好多兄弟都在这 当时一看 说这妈真行啊 这打扮得真漂亮啊 这小丝袜都套上了 白色的红色的小高跟鞋啥的 也是显得格外的性感 来了以后 你看李心寒问讲员 说你哥在哪呢 我哥上厕所了 马上就回来 说你看咱们几个晚上 一块去那个 一块去那个哪 咱去吃面去 你看行不行 行啊 那有啥不行的呀 但是有一点啊 那是个小苍蝇馆的 并不是说多大的酒店 我爱吃苍蝇馆的 那只要是你安排 只要是你张罗 咱吃啥都行 所以你看那凭啥呀 那凭什么我张罗呀 那不应该是你哥张罗呢 那拉倒吧 那我哥哪有钱呢 你竟瞎着 一会儿雷哥从里边出来了 往跟前这一站嘛 当时也就说了 说的这个 那走吧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咱直接去吧 那哥几个开车呀 直接奔着这个 市南区南宁下路这一块 有一个非常地道的小面馆 也没有招牌 不是说什么什么面馆 什么什么饭店 没有招牌 门口呢 就是摆着一口锅 能煮面条 旁边呢 有个锅 还能说在这炒菜 一些家常面饭 但是味道呢 绝对是非常好 谁吃谁喜欢 谁吃谁乐意 所以你看在这一时间段呢 几个人呢 把车子往这一停下 来的他们全是好车 雷哥开了三台奥迪100 带着说十五六个兄弟 出来的这基本上呢 就是内心核心成员了 从这上面一下来 哎 有这么一个小子 年龄呢 大概是二十三四岁左右吧 从屋里边就出来了 这是老板娘的儿子 叫啥呀 姓仁 叫仁浩 来到雷哥跟前 当时这一打招呼 你好哥 咱吃面呢 一共几位 兄弟 反正你看有个小包房 那情况下来个小包房 没有小包房 咱就在外边坐着 实在不好意思哥啊 小包房啊 刚刚已经定出去了 这么的 咱要十多位大哥的情况下呢 我给你们拼一桌吧 行不行 拼一桌行 那这十多个人来 就是吃味来了 也不是吃的气氛 也不是吃的你们家的装修 那走吧 给咱们拼一桌 一进屋 当时你看三张多的拼了一块 聂磊呢 李心寒 包括讲员的刘峰玉 刘毅王群立他们 压然这一落坐 十多个小兄弟 当时这就坐上了 那说这么的 来上十个鸡架 然后呢 十个凉菜 十个蒜茄呢 然后你再看着安排点 那把这个面条啥的上来 然后呢 有没有吃馄饨的呀 馄饨在青岛那边叫啥呀 野馄饨 那有没有青岛的哥们 是吧 野馄饨 每人来吧 然后这个啤酒 然后每个人先来上一炸 喝完了以后 咱再说 也没打算多喝 是不是 说你看这小鸡架 小凉菜这一来 把这啤酒当时给他们一炸上 哥几个在这 哐哐着就喝上了 小气氛的整的贼好 我认为呀 说喝酒这个东西 不一定非得是多硬的菜 不一定非得说 坐在多好的环境里边 坐在多好的饭店里边 我认为就是这种小苍蝇馆 或者是大排档 就在当街里边席地而坐 吹着徐徐的晚风 能吃点能喝点 我认为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雷哥今天晚上也没奔着多喝 但是说你看往这种环境里边一坐 就想到了刚一开始来到青岛 跟这帮的兄弟在一块干的时候 说这个讲员了 包括这个刘凤裕了 刚刚跟我的时候 我们就走来这种小馆子里边 说在这吃两口喝两口呢 雷哥这万丈的雄心呢 当时是从未泯灭过 又想到了之前 给雷哥吧 整的也挺感慨 但是呢 也同样想起了刘艾丽 说你看我那不行的时候 艾丽整天陪我上这种地方来吃饭 这现在行了 想回来找找感觉 人没有了 这感叹呢 物是人非 风景依然在 人意非少年了 一说完这句话 雷哥当时这边一提杯 那啪这碰了一下子 来吧 咱兄弟们一块来一张 那这一大喝完了 咱再来一张 是不是 那个老板呢 主食先便急着上 再调十个凉菜 然后那海立的了 显着了什么的 炒点 这个扇背什么的 来点 来一盘干边餐用 来来喝 啪的一碰杯 这一扎啤酒 雷哥当时这边就干了 特别好 小气氛 李心涵当时看着我 聂蕾今晚心情这么好 当时就说了 说这个 雷哥呀 你那个 啪这一五上 你别说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是不是又想问我 什么时候娶你啊 我娶不了你 行不行 那这么得来 又拿起来一扎啤酒 你呢 给你爸打电话 运作了运作 给我整出来了 我心里边绝对是感激你 但是谈婚论嫁的事 我认为 咱俩有点为时过早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谈婚论嫁这个事 对于咱俩来说 还有点为时过早 那你这一个咱俩让我这心里边倒是挺得劲的 那行 那我就不急了啊 咱俩呢慢慢了解 是不是 互相感动 有一点你就别躲着我就行 我有本事啊 谁让你在这个两三个月之内就爱上了 来咱俩喝一口吧 啪这一碰杯 来 滋溜这一口 这就干了 气氛呢 可以说是非常好 雷哥现在已经喝了两三扎酒了 那已经有了说这种微醺的感觉了 眼瞅着这边那小孩过来了 就那姓仁叫仁浩的这小子 你也得那是观察这小子 就怎么说呢 绝对不是说本本分分干饭店的那种人 那这哥们长的吧 就是一看比较英俊的那种 小伙长得贼帅 那双眼皮 身高呢大概在一米七八左右 而且体型非常好 最关键是啥呀 说话招人听 人往这一来上这菜的时候就说了 怎么样啊哥 拿吃的 咱家饭餐怎么样 欢迎你们再来啊 一会吃好了以后 我给你们打个折啥啥的 当然了老板也不差这点钱啊 来吃着 把这海鲜往上一上 雷哥当时这边趴着一把手 说这个曲丽啊 给打着小飞 人们还在这忙半天了 给打着小飞 这一说打着小飞 你看 从包里边当时蹬出来二百块钱 往这小子手里边这一放 辛苦了兄弟啊 给你拿二百块钱 等过了一会儿 老板娘这边也出来了 老板娘的这个体格并不是太好 有这个糖尿病 每天都得靠着吃药来维持生活 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吧 你就能看着这个病情啊 咱别说到晚期了 到晚期你就下不来看了 基本上已经是中期了 虽然说不用透支 但是浑身的较为浮肿 说你看这边一下来 人家汤邦哈也是特别朴实的一个小面馆的老板娘 这下来就说了 说你看开着这么好的车 你们这么些人过来捧场来了 那咱多赠送两个菜吧 小浩啊 你过去再炒两个菜 小浩说行 我心里边都惦记着呢 你不用管了 我肯定把这桌哥哥照顾好就完事了 聂雷当时说了 不用啊 你要是奔着赠我菜 那我就不吃了 一会结账的时候 赠的菜 我给你算上 我还得多给点 咱比如说在这一吃一喝花三百 我就给你撂下五百 花了七百 我就给你拿一千 花了一千 我就给你放上一千五 我念蕾就是这么个人 不用 说坐这满满不容易 那食材也是花钱买来的 给我们是赠送 你炒给别人还能卖两千花 不用赠送 那赠送的情况下 我按菜数 一分钱我不少给你 给这娘两巴 感动的都不行了 那说你看各位老板也真是心好 那欢迎你们常来就完了 来 人后呢 当时在这挂个小毛巾 哗哗也是在这一顿颠勺 雷哥 就怎么看这小子怎么喜欢 首先第一觉得能干 第二会说话 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人后这小子长得不烦人 大家会能知道不烦人是啥意思吗 你像有的人往你跟前一站 他长得再帅 他再有气质 你俩聊得再好 但是你只要看着他那张脸就烦 有的人呢 虽然长得不是浓眉大眼 也并没有什么气质 但你跟他交往起来就感觉特别舒服 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吗 人号就是典型的这种 人缘 非常好 这就叫自然缘 人缘非常好 脸缘也非常好 眼缘也非常好 说你看这吵着吵着菜 把那边过来了 能有说十六七个人吧 手里边拎着狗棒 这他们就过来了 对了有耐用 从那边当时就过来了 手里边也都低着狗棒什么的 往跟前的他们一站 先别吵了 先别吵了 来来来来 把这菜什么的放一放 放一放 他把这菜吧 盛到盘子里边 给别人上个菜 用这毛巾呢 往脸上这一抹的 当时就说了 哥几个 怎么的了 是吃饭的还是咋的 说我瞅咱这样 也不像吃饭的呀 那个不是过来吃饭的 收没收着信啊 听没听着通知啊 接没接受啊 说这个地方 过两月又拆迁了 听着信了 听着信了 给你说一下吧 到办的时候 小厅就搬走得了 别跟咱打别 听着没 我们公司啊 现在正在竞标 说是两个月之内 有可能明天就得给你把这房子扒了 过来呀 是给你谈谈价 我们公司呢 做个预算 研究研究吧 给你多少钱能搬走 是要钱呢 还是要房呢 还是一部分换成房 一部分换成钱呢 咱聊聊 差不多点 等那个啥过来 直接就搬走得了 任浩当时说了 说你看我这小地儿不大 但是也有一百多平 还是楼上楼下 一共一百一十多平 你要按照市场价 赔我的情况下 我觉得 整一套七八十平的房子 在整个八九万块钱 整个十来万 应该是没毛病吧 多少钱 我说给咱个七八十平的房子 然后呢 再给个大几万块钱 应该是没啥毛病吧 其实说实话大哥啊 我是奔着十万块钱要 你想 他妈什么好事呢 你这破店 咱说就不好听 你值十万块钱吗 能给你换个房子 就不错了 就你这个咱说实话 外边一下大雨 里边下小雨 里边下小雨 外边都得下暴雨 你这破房子 咱说了 给你推了它 你就能换一套新房 就还能再住七十年 要是不给你拆 就你这破房子 没准哪天就得防倒污汤 下点大雨 各方面就得 挺不住了都 你再修一修 这房子多钱呢 不是大哥你说话 能别急头白脸对不 咱这不老那么好好的 你老急什么呀 我不是说给你急 你报的这个价位就不行 那怎么你们这块 这人都这么不好说话吗 旁边那个 他妈比你更过分 说要一套一百平的房子 还得一二十万 怎么的 有钱呢 知道我们是代表哪里来的吗 我们是香港江九集团的 你可别整了 我不知道你们是哪个集团的 反正我觉得我家的房子值值这个钱 而且啊 我们家一家三辈都在这住了 那房子都好几十年了 你要不想拆 你别拆呗 我还舍不得我这房子呢 不是我说你小子怎么就一点都不开悟呢 怎么你小子一点也不开话呢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么对吗 那你要想要钱呢 可以 想要钱还想要房 我说个条件 你考虑一下 那 这个 给你一套六十平的房子 啊 粮食一厅一厨 一味 然后再给你拿三万块钱得了 行不行 咱们各 咱们各退一步 你满青岛打听见 没有这个价了 那 好好琢磨琢磨 等我们那边标下来了之后 你们需要提前办吧 是吧 咱别说挖掘机进来了 你们还在屋里边住着呢 完耽误咱工期 那 今天跟你们说一声 这老太太是你妈吧 是啊 跟你妈好好商量商量 那 我眼瞅这老太太吧就有病 你才有病的 不是你瞅你妈那脸都胖了 你妈那脸才胖了呢 把这勺子啊 往地上 啪这一扔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啊 我说你妈有病 你妈乐意不 你乐意不 什么意思吧 你 一口一个 你妈有病吧 你妈有病吧 你妈有病 你全家都有病 人浩当时就给了他两句 这拱劲的时候啊 聂磊就一直在边上 看着他的表现 一直在观察着他 看着这小子们 笑着 有毒的 有骨气 面对这暴力猜前的 看着没 一点都不拒他们 手里边拎着搞瓦咋的 那 刘逸啊 当年 我告诉你啊 你要有他这两下子 有可能我都得跟你混了 你别闹了 雷哥 我这也适合 不适合当大哥呀 谁要不然 咱上去帮帮他呢 再看看 我看看这小子究竟有没有毒的 一帮人在这吵着任浩 任浩在这一掐腰 当时就说了 你要说各退一步行 六十平的房子没问题 反正我也没结婚 就我妈跟我俩 六十多平的房子也够住 将来就是娶个媳妇也够住 但你要说给三万块钱 那确实是有点少了 你这么的吧 我一开始是奔着十万要 咱也变十万了 你给拿六万块钱得了 行不行 给不了 给不了 没有这个价 满青岛没有这个价 能不能搬 能搬的情况下 后天明天后天就搬出去 能不能搬 那你看我家 一辈子在这干满满了 要是给不到我们心里 那个价位的情况下 我们反正不能走 而且我要的绝对是不多 我要的绝对不过分 而且这房子 它绝对值这个价 咱也不给你们有关部门添乱 咱也不跟你们什么九江 江九集团作对 是不是 差不多点 咱们就搬了 但是你给的这个数吧 满青岛也没这个价 那有事呢 你们就撤 没事的行 我家我得接着炒菜了 屋里这帮大哥呀 那还等着我做的饭呢 紧接着 人家把这炒菜勺子 一捡起来 把这锅 趴着一点上 放油放菜 接着给炒海鲜 这边他们来了 这一炒 你能不能说事呢 跟你说话呢 别他妈炒菜了 可能吧 是底下那灶的生意 大呼呼的 他在这光光光 就光顾炒菜了 后边那小子 低了狗帮 往前边来了 朝着人号这锅 咔 啪着一下 把锅砸坏了 一下砸个稀巴烂 那菜什么的全烧着了 拿个十毛巾 啪着往上一按 赶紧把气关了 什么意思啊 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能不能搬 这两天能不能赶紧搬走 老太太当时过来了 那往前这一上 老太太体格本身就不好 那个 孩子们呢 孩子们有啥事咱好好说 行不行 你不得给咱时间考虑考虑吗 那再一个三万块钱 是有点太少了 咱这绝对是只十万块钱的 你这样 让我们考虑考虑 你先走行不行 汉子们 多跟你妈学学啊 别以为汉孙你妈有病 但是你妈这种思想觉悟还是挺高的 你考虑考虑 你妈他 他们才有病的 当时给来了一句证 那你妈他们才有病的 往前这一来 紧接着说你看 这一骂起来就没好了 对不对哥 这一骂起来 还能有什么好啊 后边几个兄弟往前这一上来 给他们人号往这一围上 人号在这 怎么的 干啥呀 你们要啊 聂雷他们这帮的兄弟当时就站起来了 往跟前吧 当时这一站 哥 要不要过去帮帮他呀 我觉得吧 这小子快挨揍了 看看他什么反应 看看他敢不敢动手 看看他 他敢不敢干 他刚说完这句话 来 咋的哥 这他们来了 那 人号往后边就撤 撤撤 从这个后边案板上 他不是在这炒菜吗 是不是 后边案板上啊 有一把菜刀 他就把这把菜刀给摸住了 但是他现在没往外拎啊 人号当时说了 你们要再比我的情况下 你们今天要敢动我一下吧 我今天拿着菜刀就搂你们了啊 你别看我平常客客气气的 我跟谁也没脾气 我绝对不是说吃醋的 我绝对也不是说让你们惯着长大的 知道吧 那天下为母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那自个的母亲呢 看着自个的儿子 说在这个地方这样 那能不上去吗 老太太当时就上来了 往前这一上吧 就扒了个位 别得别得 这点小事啊 不至于啊 孩子们 这点小事不至于 别打上 他妈那体格本身就不行 这边这一使劲 啪了一下 给老太太当时扒了跟头 直接啪了一下 坐地上了 好几个人围着人号 砍他 这一说砍他 人号这边一瞅 自个的母亲都被推倒了 那能忍受吗 那绝对是忍受不了 从后边 给这千岁刀一拿出来 先朝着人号来的这小子 就朝着脑袋上 啪 啪就一倒 这小子真敢干 真敢干 这一刀就结结实实砍脑袋上了 紧接着那六七个拿着搞霸 就揍他 这小子你记着 打仗有一点 他不躲 你像咱吧 可能说一边打一边躲 一边打一边躲 咱可能是这样 对不对哥 但是人号这小子不对 别人怎么揍他 怎么踢他 只要我倒不了 他就死死的抓着 自己的那个灶台 这个小砍刀在这 在这转着圈里干 哎呦 瘟 雷哥当时一吵 行 这小子行啊 这小子绝对够少 就给人号抡的吧 那浑身都刚刚直响 这小子他不会躲 他光会打 你正常躺一下就能过去 躲一下就能过去 他不得 他就让这狗帮打我肩膀上 我这边拿着砍刀 谁在我跟前 我就变柱子 我就砍 而且啊 这小子拿菜刀拿的特别稳 在这横劈了 树挂的 给这帮人打的就进不了身了 但是他现在脑袋上也挨了两段棍 这个头啊 特别特别的疼 这些人当时一看呢 臭的了 往旁边这一撤 朝着人号他妈来了 两个小孩拿起狗帮来 要打他妈 这不完了吗 人号当时 你们这帮畜生 刚一说完这帮畜生 两人把狗帮 夸的一搂起来 但是啊 狗帮举起来 往下抡的时候 就说啥也吓不来了 为啥呀 史电林和刘毅 两个人就死死的抓住了两个打手的手腕 搞不好直接掉地下了 直接掉地下了 为啥呀 知道为啥不兄弟们 知道为啥不敢跟蒋决 知道为啥不敢跟史电林 不敢跟刘毅干吗 人家这个时候抓着你的手腕 小家伙事就顶你后脑海上了 别动啊 别动咱来 后边的 把狗帮放下 后边的 把砍刀放下 我让你们放下 没听到啊 分 这边人号 妈 妈 赶紧把他妈扶下来 说这么点妈 你上楼 底下的事我不用你管了 你上楼 你们这不欺负人吗 这不啊 妈呀 你赶紧上楼 该吃药吃药 该干啥干啥行吧 快点点 赶紧的 这一说赶紧的 然后他妈当时就上楼了 史电林和刘毅手里边拿着两个铸子 都给我过来 都给我过来 十来个 往跟前这一立 都跪下来 都跪下 在这赶紧的 谁也不跪 当时这边一吵 不跪是吧 跪不跪 跪 跪跪跪 上来 哐哐来了两下 十多个人呢 齐双双的就全跪这了 紧接着史电林来到了仁浩跟前 趴着一搂 好样的兄弟 是个男人 他们交给你了 从地上把这砍刀捡起来 往死里卡 往死里卡 仁浩当时一吵 你们这帮狗砸碎呀 不说事不说啊 你们他们还想打人 你们还打我吗 什么叫江湖中人 为什么说后期仁浩 这小子这么牛逼 有仇必报 有恩必还 这叫男人 形容一个男人 其实特别简单 一路坎坷走来 极恶如仇 这就是男人 你打我妈绝对是不行啊 我能让你走了吗 而且仁浩骨子里边 他是有那种劲儿的 从这地下 把他刚才砍卷边 那个菜刀一拎起来啊 你们俩 打我妈是吗 是不是打我妈呀 聂磊现在都站起来了 一抱抱一推眼镜 就看看他接下来怎么做 如果就是朝着肩膀 朝着前面 朝着后背来两下 那不就打 朝哪来呀 脑袋上 手里边拿着这个东西 就朝脑袋上 给这帮人砍去 别砍了 别砍了兄弟 兄弟别砍了 快快 抡起来 每个人身上 给来了六七下子 第一刀 基本上全砍脑袋上了 第二三四五六下子 就胳膊肘上 全都让几乎就全是了 给这两人砍着在地下 直吐沫 滚蛋 以后啊 要是再上我这来欺负我来 我砍死你们 听了没 听没听着 我这个房子拆不拆 搬不搬 无所谓 谁也不指这个破门日房 在这拆钱 谁也不指这破门日房 在这发财 想发财那天 我也不会用这个房子 知道吗 能拆你们就拆 不能拆 滚几个毒 那十多个 当时这边一站起来 从地上这一站起来 走走走 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快快赶紧走赶紧走 赶紧走赶紧走 这一说赶紧走 十多个人当时就走了 人号手里边拿着砍卷了鞭子切菜刀 往地上一扔 对不起哥 我上旁边买把菜刀去 我接着给你们做饭 这刚一转身 十年铃趴着就揪出来 回来兄弟 回来 人号这一转身 怎么了哥 菜做不做的无所谓 你坐下 陪咱喝两杯碗 会喝酒吧 说你看大哥 你们是客人 我是开店的 我别影响你们喝酒啊 你们在这喝 我上旁边买个菜刀 我就回来 我接着给你们做饭啊 不不不 我哥啊 挺稀罕你的 所以陪我哥喝两杯 聂磊没听说过吗 谁 聂磊 那是磊哥呀 那你看 那你是谁呀 我是史连琳 我是刘毅 有眼无珠了 居然是大林哥 居然是义哥 雷哥 兄弟有眼无珠了 所以你看 要是不建议的情况下 老弟过去敬一杯酒呗 那雷哥那格局多大呀 过来吧兄弟 坐下陪我喝两杯 菜已经够多了 吃不了浪费 拿个杯子 赶紧去煎了一扎啤酒 端着就回来了 大林他们全坐下了 你看这帮兄弟也坐下了吗 哥几个说 你看往这一坐 这边人号就说了 雷哥 你看这 刚刚发生了一点小插曲 希望哥不要介意啊 真是打扰你们吃饭了 没事兄弟 我不介意 我挺欣赏你的 身上有那个劲 而且孝顺 敢干 头脑冷静 来吧 咱喝一杯啊 雷哥 我敬你一杯 那 趴着一碰上啊 吞吞吞吞吞吞 两人在这干了 干完了以后 说你看他滴了个杯子 在这傻乎乎的站着 那 雷哥说了 不用在这傻站着 坐下 咱们哥俩好好聊会儿 行吧 行 那我拿个凳子去 上旁边吧 滴露个凳子 往这一坐 搁几个就落上了 雷哥问了几个问题 说这个 开个小馆 这一天能挣多钱呢 挣不了多钱 这是今天你们来了 能打出点银银额来 平常就光指着 卖点面条 卖两杯啤酒 那能挣几个钱呢 但是维持我跟我妈的日常生活 还是没问题的 那 但是 也攒不下钱 我妈吧 这身体也不太好 有这个糖尿病 每个月啊 都得靠拿这个中药 维持着 药不能停 每个月光药啊 就得花个三四百块钱 我这也不敢停啊 是不是 但是 还 我相信呢 好日子在后边 忍一忍 怎么也能过去了 每个月 挣这撒瓜俩枣的 也都看病了 给我妈 刘毅当时说了 有女朋友了吗 没有 哪里敢谈女朋友啊 咱也没有资格谈女朋友 哪个女孩 要是跟了我结了婚 人家肯定不乐意 跟我一块伺候我妈 我就先给我妈 伺候出个结果来 我这老个一个 我不着急 一个人吃饱 我全家不饿 来个 我再敬你一杯 说话特别实在 特别的孝顺 因为自己家庭原因 而选择不结婚的男人 现在已经很少了 好多男人 就是到年龄 不行 家里边想尽办法 得给我娶媳妇 过了这个点 我解不上了 是不是 再晚点 我不好结婚了 我不管 谁有病 谁有病 想办法出去台前 也得给我娶个媳妇 但是人家人号呢 就为了给他妈治病 就把自个儿给耽误了 那 雷哥当时就瞅着 这种品质就极好 就特别喜欢 而且呢 也特别的欣赏 是吧 转时雷哥就说了 就没指望说 多挣点 你看我那 从小跟着我爸学炒菜 咱也不会啥手艺啊 像上大饭店里边吧 人家可能不认可咱 那是大饭店里边 讲究色香味俱全 还得会什么雕花了 还得会管理了 这些咱都不会啊 我会的全是家常便饭 那 是你看 咱也跟我妈这种情况 也离不开人 我要出去上班 我妈一个人在家里边 我不放心 心脏也不好 真正说心脏难受的时候 我还得喂他药吃 所以说吧 就开这么个小馆子 一直维持着了 很好 非常好 说这个 这么的吧 兄弟 你这个店 先关几天 你感觉怎么样 为啥要先关几天呢 今天你给人打热 明天人不来找你 今天这是有我在 有我兄弟在 明天我兄弟不在了 怎么办呢 人家再来石头哥 那不得打死你啊 人号当时的表情就变了 咬着牙说了一句话 他要敢来 我就敢跟他干 我再买两把菜刀 我明天我双刀跟他干 没有想到啊 你还挺有走 你这样啊 我给你留个名片 有任何事呢 你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你都可以给我发呼机 能帮帮你呢 我只能是帮帮你 群力啊 这一说群力 群力从这里边趴着 把小包子一拉开 从里边拿出来一打 往他跟前的一放 最上面的是一张名片 一共是五千块钱 那人号当时的一吵 哥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是今天的饭钱 拿着吧 一共你才花了一百多块钱 你这给五千块钱 我这 你这么得搁 我拿最上面这两张 一个名片 一百块钱 多不多 够不够 那就这么地吧 剩下的这四千九 你拿出去啊 你拿过去 我这每天在这炒炒菜 做做饭啥的 我也能挣 咱们得瞧不起我呀 我聂蕾送出去的钱 还没有人说给我退回来过 咱们得博我面子 啊 瞧不起我 不是 我没有那一次 哥 我就是觉得无功不受禄 那以后我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就得了吧 以后让你帮我办两件事 不就得了吧 我聂蕾这人就这样啊 哪个兄弟帮我办事了 办好了 我就给他拿五千块钱 行吗 等我哪天想吃海鲜了 我把你叫我家里边去 你给我做饭 到时候钱呢 从这里边扣 行吗 拿着吧 那我聂蕾送出去的钱 你要是再塞给我 那你就是在博我面子 知道吧 哥 你看你 这给的太多了 啊 史电林大师过来了 拿着吧 我哥可不是谁的钱都给啊 你得好好珍惜 说吧 乐不乐意当我哥的兄弟啊 啊 我说你小子虎啊 我说啊 你乐不乐意当雷哥的兄弟 我现在不就是雷哥的兄弟吗 雷哥刚不都叫我兄弟了吗 不是 我说你小子这 我说你小子这脑袋怎么不够素呢 啊 我说的这个兄弟不是你理解的那个兄弟 不是说上你这来吃饭了的这个兄弟 那以后咱们也是兄弟了 咱现在不就好哥们吗 不是我怎么给你解释不明白呢 我这瞅你挺聪明 你乐不乐意跟着雷哥吧 你说这个呀 啊 你要是乐意跟着雷哥啊 你这么的 我瞅你家这不也敬着灌工的吗 你在灌工跟前 你倒杯茶 你给雷哥敬杯茶 以后有啥事找雷哥就行了 我能有那个福分吗 雷哥他们在这坐着呢 你有那个福分吗 我在这点你半天了 你说雷哥说一句话了吗 啊 拿个茶杯 倒杯茶 给雷哥敬杯茶 告诉雷哥说我想跟你 大林哥呀 我觉得 我现在还不配 啥 我觉得我不配 你脑子里边有该睡吧 啊 你知道多少像你这么大小孩 想跟着我哥 我哥连丑都不丑一眼 那皇冠家人酒店门口 我们的全豪实业门口 一大帮像你这样的人 一见着我哥跪地下 就要跟着我哥 那我哥都不收 这在这一劲给你抛干了 不是你好好的行不行 我再好 我再问你一遍 你愿不愿意跟着雷哥 给拿喂住了 啊 聂雷当时一吵这小子 确实挺难喂的 这边就说了 大林大 大林 哥 你让我说那两遍 行了你回来吧 给大林气的 大林往这一坐 当时就说了 我没法说你 我没法说你 你说这啥呀 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兄弟 以后咱就不在这炒菜了 哎呦 哎呀 这说不通 雷哥当时这一站起来 来到了说人后的跟前 一拍在肩膀 当时就说了 你这样啊 明天呢 你说好了 以后在社会上 有任何的事 给我打电话 别管你拿我 拿当我当哥 我拿你当兄弟 大师小情来找到我 哥给你爸 行吧 一定把这张明片 说好了啊 这个手机就是 我自个拿着的 像这手机号 一般我都不给他 啊 反正啊 我劝劝你 明天后天 大后天 一直到你这个房子 拆迁之前 就别露面 你要真想拆呢 到时候我派个人过来 跟你谈一谈 那我给你谈一谈 行不行 你要是不想拆 这几天就别露面 我估摸着明天 他们还得来 打 那你看说这 要不开门的话 我 我花啥呢 那不还有四千九百块钱呢 把这四千九百块钱拿着花着 那不且花一段时间了 对不对 我不能要 行了 那我不难为你 你说不要就不要 反正该提醒你的 我提醒你了 该说的 我也说了 干拆迁的这伙人 没一个好玩意 尤其是强柴队的 今天咱给他们打了 明天他们肯定来找你 能打得过 打兄弟 记住 打不过就跑 不丢人 明天别让老妈过来 把老妈安排在家里边 真要那帮人来了以后 是对老妈动手动脚完 你这心里边还过意不去 听着没 我听着了 雷哥 行了 我也吃差不多了 我也喝差不多了 我该走了 好兄弟 走了 走了 当时这一说走了 雷哥笑眯眯的背着手 李欣涵在后边跟着 你这帮兄弟在这后边跟着 跟着雷哥就走了 史电林来到他跟前 就掐着他的大脸蛋子 你真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也不会很多 你成功的错过了一次 知道吗 你说你这小子 我怎么说你 哎 明天给老妈安排好 别让你老妈过来了 我也给你个名片 如果明天那帮人 再来的情况下 给我打电话也行 我过来帮帮你 知道了 哥 知道了 走了 当时史电林转身也就走了 这一上车呀 史电林就问了你了一句话 大哥你是不是真看上这小子了 他品质非常好 我聂蕾这个人交朋友不看别的 就他这个孝顺劲 将来要是跟着我 他对我也不会差 如果一个人对他爹 对他妈都不行 他妈都糖尿病 半死不活的 连他妈都不管 他还一天在社会上瞎晃 还在一天琢磨着自己 这种人就是跪地下求我 喊我蕾大爷 我都不能领着他玩 包括以后你们收兄弟也是 怎么考验他人民好不好 就看看对家里边的父母好不好 每个月给开资了以后 给不给家里边寄钱 这两天呢 把咱手底下兄弟筛选筛选 有一些强斗草随风倒的 就直接辞掉 咱这边就不养着了 有一些比较孝顺的 比较讲仗义的 咱们该提吧 得提吧 听了吗 你们带兄弟往后 也得符合着这个标准 听了吗 咱知道了 知道了 回家了 那都回家吧 雷哥当时给他们来了一颗 那看你是人品 当时这边一走 说你看 仁浩当天晚上 一晚上没睡着 他也明白了 他也理解了 聂蕾的这个所谓 想不想跟我是啥意思 他更加的理解 史电林说的 一个人改变命运的机会 不会很多 你已经成功的错过一次了 后悔嘛 绝对后悔 但为什么他不跟着 雷哥呢 因为他知道 雷哥这帮人是干啥的 他们是所谓的社会人 是 咱抛开别的不说 能跟着聂蕾 这帮的人出去 我脸上都有光 我就是当史电林的小兄弟 史电林兄弟的小兄弟 那一说出去 我大哥是大林 我大林哥的老大是聂蕾 我脸上都有光 但是有一点 那终归是叫啥呀 黑社会 怕自己的母亲知道了以后 责怪他 怕自己的母亲知道了以后呢 责备他 睡不着有什么用啊 辗转反侧 一夜无眠 到明天你不还得干啥干啥吗 说你看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程 转眼间呢 来到了第二天了 来到第二天之后 他真的听了大林的话了 没让他妈今天上班来 给他妈就说了 说你看今天 你在家里边多歇一些 然后呢 昨天你看我打了一口银 今天又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们要来找我理论的话呢 我还怕他们伤着你 他妈当时也就说了 说你看我跟你去吧 没事 最近晚上中午 我还能给你呢 不用吧 你就好好的在家里边歇两天 我中午 就是家里地里来回跑就行 你千万别出来听话 给他妈就说了好几遍 但是我问问你 那当妈的永远是操心儿女 对不对 尤其是昨天给人打了 他妈也还怕那帮人 再过来闹事来 就惦记着自个儿子 怎么办呢 就明知道帮不上什么忙 他也想往地里边来看一看 看看我儿子没爱揍吧 看看我儿子没爱打吧 他主要是这 所以你看第二天中午的时候 到饭口了 来吃饭的呢 是这个农民工居多 来了要碗面条 要个小鸡酱是不是 有的来了是来碗野馄饨 来杯啤酒 他就这么的 在这炒菜 日子还是就这么过着 但是你看他们有一点 你说你这给人揍了 人家能他们饶了你们 人家本身就是墙前队的 而且人家是香港江九集团那边人雇的 对不对 这边正炒的菜呢 比昨天的人得他们多一倍啊 而且今天人家拿着五连发来了 过来二十多个 领头的这小子叫张子豪 哎 拿着枪 后边跟着二十来个 哇哇当时就过来了 当时这边你看人 人好害在这炒菜的 这一抬头给他们吓了一跳 张子豪后边扛个五连发 在这盯着他 你先炒 你先炒 炒完菜我跟你说 这边你看把菜一盛到牌里 张子豪这个人呢挺有意思 把这火呢 扒着一关上 来兄弟 扒着一揽 咱俩出来闹了 出来闹了 咱俩出来闹了 来来来来 咱俩出来闹了 这边就一直躲 干啥呀 出来闹了 有啥事在这说呗 有什么可闹的呀 在这说呀 这么些人好吗 这么些人我要在这 挣给你两储子 你感觉好吗 你们是昨天那会儿 是派过来的吧 昨天是谁呀 不知道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想说的是 昨天给你一套六十平的房子 再给三万 今天三万也给不上了 今天只能给到你一屎 一庭 一处 一位 然后给你拿一万块钱 因为有人把这些好的条件 都让给我了 所以说你就住不上了 抓紧时间 把你屋里边这些破东西 破烂 给我收拾收拾 清出去 我们贴个封条 门口给你写个拆字 以后就不要过来 自个找地方住下 等着灰钱房就完事了 听着没 听着了以后 马上收拾你锅耳瓢盆滚蛋 大哥 说你看这是不是有点欺负人了 这是不是有点欺负人了 我欺负你了吗 我没有欺负你吧 咱给的条件已经够多了 对付你这种给脸不要脸的 臭不要脸的钉子户 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对待你 知道吗 赶紧的啊 我们在这看着你搬 搬不动的我们帮着你搬 但是你要不搬 你可以试一试啊 朝着天上 哐就来了一响子 你看人后这小子胆多大 从他这灶台后边往前这一来 站到当街里边 这小子手里头不拿个五连刷吗 打死我了 我跟我妈这一辈子就剩这么一套房子了 给一万块钱吧 欺负人呐 打 打呀 不敢打了 嘎啪就碎子在嘴里了 我告诉你 天生什么人他就是干什么事的 知道吧 人后不怕你 你随便游离我 你随便打我 无所谓的 这小子当时这一吵 哎呦 卧槽 你真他妈以为我不敢打你啊 你真以为我不敢打你是吧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候 看着没 一个老太太 煮个小拐棍 小浩啊 这是干什么呢 小浩啊 他妈来 怕啥来啥 越担心啥他越来啥 老太太腿脚不好 他那腿已经浮肿了个 说实话可能也没有多长时间了 再往下说拖一拖有可能就得做透析 一旦到了透析那一步 他家里边根本就没有能力承担这种医药费 知道吧 老太太往前这一来 站人群里边呢 说这个孩子们 这么点 愿意给多少给多少 行不行 不给钱都没事 我们搬走 我们不在这住都行 给我们娘俩一条活路吧 给我们娘俩一口饭吃吧 行不行啊 给我们娘俩一口饭吃 行不行 你听听你妈这种觉悟 你他妈在听听你 你说了能算吗 老太太 我说了能算 小浩啊 咱别跟他妈斗了 小哥们咱怎么能硬过大腿啊 咱就是个炒菜的 咱就是个开啤酒屋的 咱怎么能干得过人家呢 说你把这东西放下 你把这东西放下 不行 他还没说话呢 这怎么能行呢 说 能不能搬 能搬 现在就搬 老太太在这 能搬 能搬 告诉他们 能搬 妈 你跟我爸干了这一辈子了 就留下这么个破房子 一分钱不给 白给他们呢 那不行啊 妈你别晚了 你回去 我跟他们死将到底 我他们还真就钉子户了 我人号长这么大 最讨厌的就是钉子户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今天我承钉子户了 妈 你回去来 你开枪打来 有能耐你打死我 有能耐你打死我 然后呢 房子归你 行吗 打 兄弟 我不打你 你看看 我有没有办法 让你搬走 来 给他摁着 给他摁着 上来的 七八个小子 给任浩 嘎巴就往这一摁 俩人掐着脑袋 俩人摁着脖子 俩人摁着肩膀 俩人摁着大腿 给任浩 呱就摁着了 紧接着啊 张子豪 一把就把任浩 他妈的头发给薅住了 朝那脸上 咔 就一个嘴巴 给你儿子 说 让他搬 让他搬 说不说 说不说 搬就又给个嘴巴 人耗着 人在地上按着啊 你怎么撒开我 你们这帮猝神 猝神 在这 搬不搬 打不答应搬 不答应搬 今天在这给你妈打死啊 来 上来就给了老太太 几个嘴巴了 哎 人耗当时那眼珠子弩的通红通红的 那牙咬的嘎咚嘎咚直响了 在这啊 你们怎么撒开我 但是 七八个摁着一个 一般仨人瞪着你 你就动弹不了了 那七八个人呢 在这 搬不搬 搬不搬 不搬是吧 啪 啪 又来个嘴巴子 反正打你几个嘴巴子 你也死不了 搬不搬 不搬是吧 啪 啪就来着又一个嘴巴子 给老太太按地下 踢 这一说踢 有个小子吧 老太太不是主着拐棍来的吗 从这地上给这拐棍一拿起来 搬不搬 搬不搬 不搬是吧 啊 还是不搬是吧 你看着啊 你要是不搬 我就让你看着你妈活生生的被咱打死 啪 啪就又来一下呢 任浩一开始是叫唤 俩眼猪子努力痛哄 脑袋上这么大的汗猪子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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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掉 再往下就没动静了 为啥呀 啊 妈 在这就这么喊 给嗓子喊失声了 没动静了 还是不搬是吧 搬不搬 没办法了 没办法了 啊 一点头一闭眼睛 我搬 啊 我搬 这一说我搬 啊 撒开他了 撒开他撒开他 拿着墙在这顶着 现在啊 给我搬走来 给我搬走 任浩当时说了 这一站起来 这小子现在学聪明了 啊 学聪明了 那我先把我妈送到家行吧 我先把我妈送到家 晚上我回来 我自己照车 我把东西搬走 行不行 你们在这等着我 我家就在前面那地方住 行吧 我肯定回来 我这店在这呢 我的客人也在这 我的家当全在这 我把我妈送一下 我回来就搬行不行 行 啊 你去吧 这一说去吧 赶紧来到他妈跟前 那脸蛋的让人删的呀 那身上拿拐棍给打的呀 赶紧给扶起来 现在任浩心里边疼的都已经不行了 给一扶起来 我送你先回去 我送你先回去 别跟他们较劲了 听这么喊了 咱打不过人家 人家是黑社会 听明白了吗 人家是黑社会 一提这仨字 任浩脑子里边想起来了一个人 他戴个眼镜 他穿着西装 文质彬彬 想到谁了呀 青岛黑社会的代表是谁呀 你眼泪 这心里边就咯噔一下了 我先送你回去 跟我走 扶着他妈一步一步的走 这边在后边又开了一枪 给你20分钟能回来吗 20分钟回不来 我可给你把店里边砸了 我都不让你搬了 任浩那眼珠的通红 回头瞅着他一眼 能回来 用不上20分钟 用不上 用不上就行 用不上就行 走吧 这一说走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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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给扶着 一点一点一点 这给扶着 扶着呢 这就来到了这个哪了 来到了说这个 有出租车的地方了 趴着一百手 不能送到家 谁都知道我家离我那个地儿不远 一会儿我要是回来干点啥 他找我家里边怎么办呢 给他妈拦了一个小面低 把他妈放到了这个车上 把门扒着一关 从兜里边淡出来了五块钱 往上面这一放 师傅 把他送到 我亲姑姑家 上我姑那去吧 地址你问他 我走了 说 孩子 回去了以后 你可不行跟人犯魂啊 你可不能跟人家犯将 听着没 你放心吧 妈 回去我就 搬东西 那行 妈信你啊 妈信你 可不行惹事啊 走吧 走吧 上我大姑姐家 把他妈送到他大姑姐那去了 那现在家里边没人了 我爸也死了 现在就剩我哥一个了 你没啥可威胁我的了吧 你没啥可威胁我的了 那我可就得跟你干了 哎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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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往自个儿地儿里边走 这个脚步就异常的沉重 来的时候感觉挺快呀 扶着老太太感觉都没走那么慢呢 你心里边有事 你脚底下自然而然就承弄了 对了无牵无挂了以后就怎么样了 就起杀心了 现在他并不是特别冲动 我相信人号这一次动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对了 低着头没有表情 眼珠的通红已经没有眼泪了 我要是真干了他们我会怎么样 我要是干不过他们无非就是当街让他们打死败 我现在撒手一走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妈 但是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身为人子 自己的母亲身有重疾 让人在当街里边就这么等 你当儿子的要是没有点表现 你就不配叫个人了 我说的对吧哥 一步一步的往家挪 眼瞅着还有二三十米 就能来到自个的这个小摊上 这帮人倒是一瞅 看着没哥 给其他打傻了 你看都给打傻了 都不会动他了 你走这两步道走的 都不会动他了 但是 刚刚打人的这个张子豪 要操弹 给这小五菱 趴着往这一放 看着没 到关键时刻还得是这个 还得是这个管用 人号一步一步来到他们跟前 眼珠的当时一斜了 这有个小案板 案板上面放着一把切菜刀 往前走 往前走 站那儿不动了 张子豪扛个小五菱 当时就过来了 怎么呢 是我给你叫个车 你搬走吧 还是自个叫个车搬走吧 不行给你找三轮吧 我不用三轮 我也不用相互 我也不用单排 你扛着走啊 大哥 没你这么干的 把我也就算了 你打我妈呀 我妈糖尿病都中期了 没几年活头了 我在这开个小饭馆 我支撑着老人家的医药费 我对待我妈就像手心里的宝一样 我躺在手上怕掉了 我含嘴里边怕化了 你们几个砸碎 给老太太把地上一按 跟头鼓入的 你就揍她呀 你没妈呀 你没有人性啊 你打我妈呀就啊 我不跟你废话 你乐意说啥就说啥呗 我是畜生行吗 只要你能搬兄弟 咱咋地都行 你搬吧 你搬吧 我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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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看那是啥 往后一来 不正好把这动脉露出来吗 朝着这 速度那个快 一点没心思 一点没犹豫 从这桌上把这切菜刀拿起来 骗着朝着大脖子 那血呀 砍这么长 那么深的一个大口子 手在这捂着都捂不住 从这缝里边 真是开始往外喷 在场所有的人都傻眼了 在这 有个小子从底下 把五连发的一捡起来 虎哥 你 虎哥 虎哥 那个 那个你别过来啊 快把虎哥送医院快 你别过来啊 人后手里边拿着切菜刀 起来 起来 我不管了 娃娃就开跑 人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 人的生命力也不是那么脆弱的 在这五个大脖子 瞳孔放大 那眼珠的尽险恐惧啊 在这 在这就这样 资格往后炒 手里边拿个切菜刀 现在邻居们全出来了 小浩啊 小浩啊 小浩 快 把刀放下来给我来赶紧把他送医院 这不行啊 你这一刀下去 你这一辈子就完了 小浩 小浩 人后手里边拿大砍刀啊 往后边一看 那也不能打我妈呀 接着往前走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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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你 让你 什么时候 你让我有钱 我给你钱 我给你十万 我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就临死之前那种恐惧 被他表现的淋漓尽致啊 啊 人后就接着往前走 邻居当时这一上来 小浩 听书一句劝 把刀放下 行不行 咱所有的人都看着他打你妈了 是他们先动的手 你就这样 别给他来第二下的 我估计你都判不了死刑 你真要是一刀截过了他 你就常故意杀人了 你快点 你听书的 快听大爷的 听书的 把刀放下 小浩 把刀放下 你不行啊 你还有你妈呢 你想想 你这一刀下去 你进了监狱 谁照顾你妈 一说自个妈妈 心疼了 心疼了 确实也说到他心里了 握着刀的这个手 就稍微松了点 紧接着 快快快 打电话 谁有电话 快赶紧给整一下 那个年代有大哥大的 就赶紧在这 拨120嘛 在这 但是 行吗 他必须死 往前这一来 本来一开始都要缓过来点了 都 都缓过来点了 都不那么害怕了 往前面这一来 砍刀举起来啊 上路吧 啊 怕 怕的一刀 怕 怕 没有跑 这儿是张子豪的尸体 往旁边的台阶上 趴着一坐 等着阿瑟来抓他 过了没他们五分钟 你听着 谁呀 陈放来了 领着一帮阿瑟往这一来 那地上一摊血 而且撕的上面那防板 都是血 来了以后 看法医 给眼珠子掰开 摸摸这 基本上这人就活不了了 你想想 那口子给砍 都说白了 要再使大点劲 脑袋都给你削下来了 对吧 陈放往前一来 怎么回事 我杀人了 我杀他 因为什么杀人呢 他打我妈 带走 上分局说去 上分局说去 直接人就把俩手 当时就伸出来了 刷着一靠 当时啊 就给带回到市南分公司了 整条街的人都炸了 说人号这小子 平常待人接物这么好 怎么能做出这么冲动的事来呢 他要不砍这第二刀 我告诉你 没事 砍第二刀 你补刀 那就是杀人 那就是故意杀人 对吧 之前好多东西都是可以被原谅的 法不外乎人情嘛 公平上告诉我 对不对 进去了以后 你只要老实交代 他打我妈 我要是不上手 他就给我妈打死了 那可能是真的问题不大的 对不对 但是你补这一下子 你就成了故意的了 你就是故意想置人死地 而不是想救你妈了 那就是两回事了 对不对 进到有关部门以后 像这种人是最不挨揍的 什么人进到局里边挨揍啊 小偷 抢劫的 尤其是坚强犯 再一个拐卖妇女儿童的 就是人贩子进到局里边 咱就说句不好听的 只要打不死你 那就得是往死里打 打死你 你都活该 但往往像任浩这样 进去了以后 他妈他挺受尊重 阿瑟都佩服他 作为儿子 连自己的母亲 你都保护不了 那不行 虽然说你消祸了 但是我佩服你 是条汉的 一进去 把这手铐的 把这脚料的 就全解开了 往这一坐 陈放亲自给来了一根烟 巴的一点着 说说吧 干啥这么冲动啊 小伙 二十多岁 大好的年龄 非得走这一步啊 有什么事找我们也行啊 找你们能耗使吗 你 说吧 一字不浪 详详细细的 他交代了这个整个过程 交代了整个过程 然后呢 把这笔一放 基本上就这样了 说你看 请律师吗 不行 你可以请个律师 像你这种事 找个牛逼底的律师 问题不大 最起码 他不会是死刑 不会按故意 杀人给你来了 知道吧 而且你这种事吧 从人道主义上来讲 也不会判你 判的那么重的 但是我觉得 就是判的再轻 也得十五年起步 我没钱找律师 你家里边有没有啥亲戚啊 或者是哥哥了 朋友了 表弟了 或者是叔叔阿姨大爷了 有没有在这种系统里工作的 你给找一找 然后保一保你 或者给你拿俩钱 啥的呢 我谁也不认识 判我吧 但是有一点 我能感觉到你是个好阿森 能不能每个月去看看我妈呀 她糖尿病中期了 挺严重的 这个没问题 我也挺同情你的 但是你这种做法太冲动了 后悔吗 不后悔 不后悔 如果张子豪没死 我现在呢 得从这个地方出去 我找到他 我得砍死他 我现在唯一对不起的人 就是我妈 我没把我妈伺候 我没那个能力 把我妈伺候 阿森拜托了 看在咱俩挺有缘分 你把我抓起来的份上 我都不用你给他花钱 每个月过去看看他 就行了 好吧 你真没有啥 有背景是比较硬一点的 兄弟朋友啥的 没有 有我也不用人家 人家也不欠我的 干啥帮我呀 事我一个人做的 我一个人承担 那这拱劲呢 他就想到聂雷了 我出了这么大的事 仅是一面之缘 人家可能会帮我吗 你就咱们的情况下 宰一块吃一顿饭 小伙挺好啊 第二天你杀人了 你会给他打电话吗 从各方面角度出发 你都不会给聂雷打电话 因为你觉得 我俩的感情 根本就没到这 那仅仅是一面之缘 我敬了人家一杯酒 互相留了个名片而已啊 人家凭什么帮我呀 对不对 那你看 陈放在这就 说了 哥们 我觉得你还是得 为你这个事实时劲啊 刚才你说了 也并不是没人帮你 也不是没人管你 你想想 那毕竟不是我嘛 谁伺候起来 也不如你伺候起来好 对不对兄弟 你真要是说 有人 就放下面子 来求求人家 万一要是行呢 出去了以后 你好好伺候你妈 你也说了 这都糖尿病中期了 万一 这在外边有个啥事 都没人给他养老送中啊 兄弟 这一句话 扎心里边去了 对呀 对呀 我妈可能说 真没几年了 这要是说 我进去一年二年三年 第五年 光当冷了 我连出去 给我妈进校去都不能 想到这儿的时候 那你能不能借给我个电话 让我试试 给 拿着电话 那 拨到了哪 拨到了 全毫实验 但是等他拿起电话来的时候 拨了一遍又一遍 拨了一遍又一遍 得有三四遍的实验 他没有拨通 为啥 因为他害怕遭到拒绝 这符合人物内心吧 这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对吗 这要是 喂 雷哥 我杀人了 能不能保住我 咱俩就是一面之缘兄弟 那天晚上让你跟我 你也没跟 杀人偿命呗 付出你应有的法律代价了 你麻了不 你傻不傻眼 但是 那该抓你得抓呀 抓不住 咱再说抓不住的 你要是不抓 那不就完了吗 电话拨过去了 陈放在这儿 拨吧 拨吧 他不知道是打给你雷的 知道吗 喂 雷哥 这一喊雷哥 陈放在这儿 嗯 雷哥 叶雷在那边啊 喂 哎 你好 哪位 雷哥 我是 这个 任浩啊 啊 你好兄弟 怎么了 哥 有个事 我给你念头念头吧 出事了吧 打仗了 打了 我心思就是 我在青岛打了四年了 昨天我就告诉你 你这两天别开门了 你找个地方消停点 你非不听 怎么样啊 打过他们了吗 没给咱打了吧 我听你这声音是啥的 没事 我没事 你没事就好 那给我打电话 这什么意思 啊 想通了 雷哥 我杀人了 谁呀 今天中午 来了二十多个 领头那小的拿枪来的 叫张子豪 非得让我办 当场就得办 而且给的条件特别可可 就给一万块钱 而且就给一时一停一出 我说答应不了 几个人给我摁地下 让我眼睁睁地 瞅着他们 他打我妈 我这一枚控制住 哪些菜刀来 我给抹脖子了 聂雷说什么 超乎了他的想象 包括我 如果是聂雷 我都得说 你太冲动了 你哪能这样啊 你是砍两刀 扎两刀就行了 你哪能这样上来就给人抹了 那我帮不了 要我 我可能会这么说 你值得聂雷给来的去啥吗 啥的好 我就觉得我聂雷 他妈没看错人 现在给我打电话什么意思 需要哥怎么做你说吧 记得兄弟 走到哪 哥都觉得这是你他妈办的对 虽然说在法律上 你做的不对 但是从人道主义上 作为一个人的儿子 我觉得你做的没他妈毛病 在哪呢现在 我现在在市南分局呢 市南分局呢 是吧 我马上过去 我去领你去 来 电话啪的一撂下 人号自个都感觉跟做梦一样啊 我虽然跟聂雷不太熟 但是我可听说过他 就现在在青岛班大班 这帮小孩有一个没听说过聂雷的吗 少之又少 而他听说聂雷可不是说这小孩能打 手底下兄弟猛 有钱 有码码 有好车 而是聂雷在青岛 白岛的实力很大 把电话这边趴着一撂 家伙事一递给陈放 陈放当时说了 雷哥 你找的是哪个雷哥呀 聂雷呗 你找的聂雷呀 那行 那你就等着出去吧 刚才聂雷说啥了 他说他过来接我来 好 我就觉得你小子命不该绝 孝顺的人上天都不受啊 我也认识聂雷 你喊聂雷哥 我见着聂雷我喊老弟 真的 那一开始聂雷又不是因为我 早死了 你们俩呀 都属于运气比较好的人 都是属于命不该绝的人 来 抽烟 你说你认识聂雷 你不早说 那我给我雷弟打个 打个电话都行啊 他以为聂雷进来了呢 把这烟给任浩啪的一点着 任浩好像心里边就有了点底 过了能有说二十来分钟的时间 小警报的声音一响 人浩当声音 这怎么又来阿瑟了呢 也不知道 那不是阿瑟来了 那是聂雷到了 聂雷有六台奥迪100 上面按的警报 那都是我早上给他按的 比我们阿瑟的警报都响 真好好长时间没见我雷弟了 这我得好好见一见 刚一说完这句话 雷哥四台车 框仓亭大院门口了 从里边这一下来啊 后边讲完啊 你像刘峰玉了 是不是刘易了 史电林了 在后边框花这就全来了 来到分公司的时候 那史电林这小子就贼兴起了 一来到一楼大厅 兄弟兄弟在哪呢 我的兄弟 这屋呢 这一开门 雷哥这边还没进来呢 那史电林蹭就进去了 咔巴一下给人 后就搂住了 兄弟 有种啊 绝对的有种 跟我有一拼 来来 刘易 过来来 刘易 刘易往前这一上 好 有种兄弟啊 咱俩的情况一样 当年我也是为了我妈 也不是为了我爸 杀的人 跟的雷哥 有种 紧接着 雷哥这边戴个眼镜就进来 往这一坐 我先不夸你了 我哥们在这一劲夸你 我要再夸你 我怕你膨胀 知道吗 好样子 怎么回事啊 老陈呢 雷弟啊 说你看这个张子豪啊 打了他的母亲 然后他呢 就是把他母亲送走了以后 回来剃刀给人干死了 就这么个事 张子豪 张子豪是谁啊 据我调查 是港商 在咱们大陆这边找的打手 应该是大圈仔这一类的吧 为他们这个江九集团的服务多年 走到哪 他们全国有项目的时候 这个打手呢 基本上都是这个张子豪带队的 现在有人出面解决这个事吗 目前好像没有 刚一说完这个没有 来个二事 陈事 张子豪那边摆事的到了 雷弟 你上吧 好好点呆着 一个小时之内 哥给你领出去 听了吗 知道了雷哥 走 旁边屋里边 来了一个贼牛逼的人 哥 香港的 知道吧 一进这大院就破口大骂 因为那个时候 你看这边也快回来了 是不是 而且香港的当年来到这边做生意 他是很受保护的 是这么回事不哥 来到这个一楼大厅里边 就都长希望 就是把杀手了给我交出来 我们要带回去 我们要带回去 或者是按照你们大陆这边的 要给他研判或怎么的 我们那边皇家警察要审判 大家怎么的的 来了这套业务 这边呢 他陈放出来了 先别这声 先别这声 领头的这小子叫啥呀 地地道道的香港人 叫陈黑都喊他黑仔 当时这一过来 阿瑟你好 别吵吵 上我办公室说去吧 凶手呢 我们要见一见凶手 你先不要见凶手 你现在呀 非常的不冷静 你现在极其的不冷静 等你冷静下来了 我会让你见的 介绍一下的 这个呢 是这个所谓凶手的家属 这位是聂蕾聂老板 这边呢 都是他的兄弟 哪个往前一上 推个眼镜握手 不存在给你握手 别在这吵吵了 上楼说 你是摆事的是吧 我是 上楼吧 哥几个当时这边的一上楼 往办公室里边一坐 当时说你看 这个黑仔 就说了 这个阿豪啊 跟随我们多年 走南闯北 是在香港也好 在大陆深圳那边 跟我们里应外合也好 为我们这个港商这方呢 为我们江九集团呢 可以说是立下过赫赫战功 凶手呢 一刀将他砍死 我认为啊 很可惜 是不是 按照正常的程序啊 我们应该说 该赔偿赔偿 让他呀 该坐牢坐牢 我们呢 会找港方 是不是 想办法出具这个证明 把他引渡回我们 香港这一块 我们要让我们的黄马 来审判他 这句话一说完 聂蕾就说了 还有别的要求吗 有别的要求 多少要求啊 给我们赔偿 200万港币 雷哥当时扑斯一乐啊 不可能 不可能 哎呀 200万港币 想都不要想 知道吧 一分钱都给不了你 怎么的还引渡回港方 你行的啥呢 哥们 拍电影都在这儿啊 有我聂蕾在这块 谁也整不走 不信你试试 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地方 不知道吗 你得按照我们 这个地头上的规矩办事 再一个 张子豪 我不管 是否给你们帮派 是否给你们集团 立下过战功 但是我在这儿 说句最公道的话 他死有余辜 知道吗 什么 啥意思 他没听懂 死有余辜 这是啥意思 使电林一站起来 那意思就是 张子豪他们死的活该 你打人他妈去了 刘毅这边一站起来 活该 钱一分不给 刘丰玉他们这边一站起来 乐咋咋地 小鼻听滚犊子 别在这个地方嘚喝 知道吧 这小子急了 有两下子 他是江九集团 这边派过来的啥呀 发言人 也是说白了项目总监 在整个市南区 南宁下路 这一块的拆迁项目 是他负责的 而这个项目 你知道是谁招进来的吗 这个项目是老万 招进来的项目 老万招进来的项目 这边当时一急眼 就瞅着谁呀 瞅着念磊 瞅着这帮人 一看就跟社会人一样 他心里边当时也明白了 原来你们是一帮的社会呀 牛逼是吧 是不是牛逼呀 人家从这后边 给这小鸟子 啪的一蹬出来 往桌上一放 晨放当时一瞅 你要是玩这个 咱就跟什么受害被害 没什么区别了 可就没什么关系了 你把你这个东西收回去 你要不收回去 行啊 我可强硬给你收回去了 我再问你最后一期 阿豪的死 能不能付出相应的责任 我问你最后一期啊 阿豪的死 你把嘴里那袜子 快快快 你把嘴里那袜子 先给我拿出来 说的什么呀 我一句话没听懂啊 雷哥当时这边一抬眼镜啊 你是没听明白 我说的啥意思啊 那我再给你重复一遍 张子豪死有余辜 我一分钱都不给他 想把他带回港方 不可能 说不出话来了 他说咱们这边的话吧 说的不是咱们特别的流利 紧接着就来了一句啥呀 雷哥好疼我乱干吗 我是香港金牌倒在了 啥 啥 啥 说的基本上什么玩意 这是 哎 死定里从怀里边 啪的一撸出来 啪的一撸 往这一顶 说的什么呀 是骂人的不 啊 什么哇哇哇 这稀里糊里给来了 什么意思啊 使得那天干嘛 给这小子顶着了 说啥 你们不要在这边吓唬我 啊 你们不要乱讲 我在香港是金牌打载来的 啪 啪就来个嘴巴的 还金牌打载 这一回我听懂了 你什么挺能打是吧 呱呱直接就给干这 那我告诉你啊 抓紧时间滚犊子 你要请律师 我陪着你 想把我兄弟带走 不可能 听着吗 还有 把话回去告诉你们老板 也是什么所谓的负责人 听的 有我聂雷在这一天 谁要是想把我兄弟带香港去 我跟他没完 啊 走了 这边一说走了 啊 雷哥他们当时就走了 来到陈放这会儿就说了 你放心啊 人号这边呢 我会好好看着他 最近这一段时间 他哪儿也去不了 我会让他好好配合你工作 我就先把他领走了啊 陈放当时 别让他出来溜达 什么时候把事解决完了 再让他出来溜达 去去 把你雷哥那兄弟放走 那个我陪你喝这茶 聂雷当时从这里边 就把人号给领走了 来到自个的全豪实业的时候 啊 人号这边又开车上家里边 接着他母亲 他母亲也来到全豪实业了 雷哥就说了 你们娘俩最近这一段时间 就好好的恭恭敬敬的 不是恭敬敬啊 你就好好的老老实实的 待在我的全豪实业 哪儿都别去了 啊 这边说行 说雷哥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接下来 就不是你的事了 接下来就是我的事了 啊 我给你们办 最多十天 我让你们呢 该溜达溜达 该干饭店 干饭店 该干啥干啥 听明白吗 雷哥 救命之恩 我啥也不说了 以后你就看我人号怎么做吧 十天林低了个脑袋就过来了 那我这一会儿再问问你 想不想跟着雷哥呀 想不想跟咱们变成一样的兄弟呀 人号啊 趴着一站起来 两步来到了聂蕾的跟前 单膝跪地这手 嘎啪的单膝跪地就跪这了 紧接着嘎啪的一来 这是江湖最高礼仪了 左手在前右手在后了 来了撒字 雷哥 我赶你 雷哥赶紧给扶下来 快快快 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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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起来 当时这一说起来 雷哥又囊括一员大将 如虎添翼 而且我明不告诉你 老哥们 雷哥手底下这帮的兄弟 鼠人号最能打 你看着明天这个人号太出彩了 明天的故事 就基本上是太出彩了 那兄弟收了 该有的客套他也有了 那接下来是不是该摆事了 看雷哥的电话 响了 哎 刑子是谁呀 可能是陈放 也可能就是那边的人吧 过来找人摆吧 看看他想怎么的 雷哥这边拿电话趴着一街上 啊 喂 谁呀 我问一下 你是不是 仁浩的 画世人啊 画什么 我说 仁浩是不是找到了你 我们想把他带回香港 我们想让他进行赔偿 是不是你从中作梗啊 你是张子豪的老板啊 没错 我是张子豪的老板 啊 我可以明着告诉你 我们从港方这边过来 我们在大陆投机了很多的生意 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麻烦 但是每一个麻烦我们都攻克掉了 你也不会例外 知不知道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给我的户头打上200万的港币 否则的情况下 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那你是跟我杠上了呗 行啊 今天呢 我把这个态度给你摆着 啊 别说是200万港币了 200块钱的明币 我都给不到了 知道吗 你们要是想玩 我他妈就好好的陪你们玩玩 听没听着 还有啊 想谈呢 从那边过来跟我见面谈来 你看我到底报的撤不撤你 我让你夯扛记着 这是中国山东的青岛 听着没 好大的口气哦 我要是过客的情况下 好 好好好 年轻人非常的好 你很棒啊 希望你见到我以后 希望你见到我的团队以后 还能这么跟我说话 你知道是谁把我们招商招过来的吗 你们可以问一问你们山东上 青岛市副市长的秘书 万先生 这个项目是他已经过来的 你在人家手底下做事 如果我得不到你们当地人的支持 你觉得像你们这种小帮派会有生存的机会吗 你们会有生存的空间吗 你把舌头捋直了 你把那袜子给我拽出来啊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我在青岛等着你 有能耐 牛逼你他妈就来 电话抱着一撂下 啊 等着吧 王群立来了 高着一站起来啊 哥呀 机会来了 来什么机会了 横树港方已经盯上你了 要来个不死不休了 非得要把张子豪这个事办了 咱要不借着这个机会 进军一下的房地产呢 咱就从拆迁做起 拆迁回迁 咱一块干吧 怎么样 他不是过来整咱了吗 光跟他们打架有啥意思啊 从他们手里边把项目抢过来呀 上边不是已经默许了这个项目是他们做吗 他们不是老万找来的吗 咱们可以把标从他们的手里边抢过来呀 咱就当一把无赖 他又能怎么地呀 而且 雷哥 你想想 带哥为什么这么有钱 不也是参合房地产吗 他在深圳不也盖房吗 他在北京不也有个赌场吗 游戏厅夜总会只能让咱们挣点钱 但是咱们发不了财 咱们永远起不了家 如果咱们进军到这个房地产 你知道这些居民每年物业费都得掏多少钱吗 现在的地皮又便宜 咱们想办法整一块地皮 或者是咱干脆就从港方手里边把这个活抢过来 咱来做这个拆迁与回迁的相 咱们从小都是在这块长大的 而且啊 他们港方那边开过来的强前队态度非常的恶劣 这是南宁下路那边啊 有目共睹的 所以说 咱只要把那边的钉子库照顾好 尽量多满足一下他的条件 咱们少挣一点又何妨呢 咱们只要不去计较这些赢头小利 咱们多拿出来一部分力 让给这些老百姓 咱们就能获得拥护 咱们就能获得爱戴 俩人就怕比较 一个是抢钱过来非打鸡骂压榨你 咱们就跟他反着劲来 明明猜一户咱能挣一万块钱 咱挣三千就行 那也是钱 而且头一回就当机理经验了 而且老百姓还说咱这个好 一旦咱受拥护了 受爱戴了 借着这个劲把港方他们打跑 怎么样 你想想代哥 人家在深圳都千他百万 千八百万的玩了 那个朗文涛一说几千万 我就是个玩 他也是做房地产起的价 而且你没听说吗 那个什么光的大哥四哥 哈尔滨四哥 也是做拆钱做回钱起的价 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花一百多万盖个别墅 我觉得这个玩不能干 我希望啊 咱们能顺心顺意 咱们能如心如意 如咱的心如咱的意 咱能把这个活给干下来 雷哥 如果说这个项目 要是咱能弄过来的行为下 咱就叫如意小区吧 但有一点啊 你说 做拆钱做回钱 那得自个儿垫资 毕竟这不是衙门的活 是衙门的活 衙门就不涉及到招商了 我知道 三五十万 三五百万 咱能涨出来 那盖房子三五百万够吗 大几百户在那等着 把他们拆走 你没有足够的钱打发他们 怎么拆啊 怎么盖啊 哥呀 没有资方 咱就找资方呗 咱自个儿没有钱 咱就想办法 挣点钱呗 你说呢 找谁借的啊 雷哥 你现在别忘了 以你现在的段位 以你现在的实力 你借一个亿 借不着 借两亿借不着 一两千万还借不着吗 而且 风玉他爸就在银行里边上班 咱随便整点什么东西抵押 往外套个几百万千八百万 咱家那四个买卖 套不出几百万来呀 东拼吧西凑吧 一边干着一边来呗 有了项目还筹没有钱吗 你说我找谁借点 首先第一个 我认为 不能找刘继他爹要 因为咱毕竟给刘继干死了 他爹现在还恨在心 雷哥 咱手里边那些照片 是不是该用了 聂鼎荣最近这段时间 有点狂啊 而且通过打听 我得知聂鼎荣最近这段时间 可没少挣钱 咱找他接点来 一两千万 他肯定有 咱们甩给他这股份 投一把 咱就当练手 但足足 但是只要是练练这个事 咱这一把挣的钱 比干五年夜总会 比干五年游戏厅 挣的都多 一把咱就吃成个大胖子 你的意思是 一方面准备着名 另一方面 咱们等着港方那边 他是怎么报复咱们也好 他是怎么守着咱们也好 别管 这不还没来的吗 咱该张楼钱 张楼钱 至于怎么 紫涵没带 至于怎么把这个标书要过来 怎么把这个码码给他骑过来 我认为可以找一找李海 这个事你就不用管了 还是配合着我演戏就够了 只要李子涵问你的时候 你就说咱俩的是可以考虑 那要个标书算屁 老万的领导招来的 那不也是李海的手下吗 老大发话了 老二不干弄眼吗 咱不就把这个活弄下来了吗 只要这个活一下来 拿出一部分钱来分给聂领容 拿出一部分钱来 咱们兄弟们分吧分吧 剩下的钱给李海一塞吧 这个事不就结大欢喜了吗 哎呀 行啊 行啊 那 先给聂领容打个电话呗 你打 聂领容见着我了以后 可能不太害怕 但是聂领容见着你 他绝对忙 一说这话 哎 王群立拿着电话就丝毫不客气的 就打给聂领容了 聂领容现在没有在青岛 我讲故事 我说了 这哥们是假青岛人 虽然是在青岛出生的 但是有一点 这哥们平常不搭载这边 拿着电话 拔着一拨过去 喂 喂 聂总 你好 你好 哪位 我是 磊哥的兄弟 王群立 你好 你好 王总 不要喊我王总 喊我王总的情况下 你就有点见外了 咱们在青岛啊 没在 没在是吧 在哪呢 在北京呢 在北京呢 好 手里富不富裕啊 借着钱花 你们几个缺钱了 那怎么现在才缺钱呢 早不应该跟我要点吗 听着我们可不是要啊 准确的来说是跟你合作吧 咱都不算是近 我跟雷哥呀 打算开发房地产 从拆钱到回钱一体化 现在手里边呢 差点米 想找你呢 资助资助 我们打算给你20%的股份 你们懂房地产吧 听着啊 大老板始终是要给你上上课的 给来了句啥 你们懂房地产吗 拿着我的钱 说实话 我真都不如给你们个两三百万 让你们豁豁了 那房地产不是你们能干了的 我都玩不明白 你们还想房地产 但就一点 就光那个定字户 给你们拿的就死死的 行了兄弟 缺钱花了 这么的 百八十万 我给你转过去 我都不跟你 我都不说让你还 但你说又跟我一块做生意了 又一块是啥了 咱补的 咱补的 行不行 那看这意思是不能合作了吧 不是不合作 你们真干不了 那房地产 不是谁都能碰的 你怎么不明白这个意思兄弟 行 那不合作 我就把你这照片印点 我就在北京贴一贴 你就贴照片的情况下 我也不 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你把照片给了我不说没了吗 这怎么还有照片呢 那不要多少有多少啊 为了防止聂总你反性 为了防止你反教 我这印了能有个一百来份吧 你 你他妈真缺德啊 你王曲立啊 你太缺德了你啊 那说你看 咱们要不懂 你不行派个人跟着咱点 你派个项目经理过来 不就完了吗 一方面监控 是吧 那再一个 那点钱来说对你也不算啥 这个项目盈利了 你还能挣点 咱们还能进一步缓和缓和关系 那不好吗 这要是说 赔了的情况下 你不也不在乎那点吗 咱不也得付出吗 雷哥手里边这点钱 这一枪药 基本上也就得全摁这儿了 我要不借 我要不合作 你真贴呗 我真贴 我电信杆上 我哪哪我都贴 以后基本上青岛的北京的剑子 你都得朝着你 都会觉得你脑袋上有一顶绿帽了 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我觉得一点也不过分 是吧 兄弟们跟着你学学怎么做生意 你派个经理过来 监工不就完了吗 有哪不懂 让他们给说一说不就完了吗 我们不懂 你还不懂吗 行 我现在马上派个经理过去 去做预算 晚上多钱 我给你们打过去 你小子真鸡巴操蛋的 挂了 电话啪的一撂 他真贴 你要不借给我钱 我真贴 我真给你贴的满大街 小巷全是 所以你看 资金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聂顶龙马上派过来个项目经理 绝对的高财生 对于房地产 猜钱回钱这一块 玩的绝对是赚 马上就往那个工地上考察了一千 做了一个预算 看看雷哥这边有多少 是吧 刘丰玉那边贷款能贷出来多少 然后呢 我们这边再拿多少 一共是三股 聂磊一股 聂顶龙一股 然后呢 银行里边一股 大家伙能明白吧 银行里边一股 要不银行的钱是哪来的 对吧 现在基本上就等着啥呀 基本上就等着 那帮子钉子户了 你瞅着 雷哥扬名立外的机会来了 这个事过了说 能有三天到第四天的时候 港方那边来人了 来了 就给聂磊打电话 这小子 也是江九集团的老板 这小子这名叫的也比较好听 叫张一剑 黑仔呢 是他的保镖 来了以后呢 让人给揍了 但是人家这一回领来了一帮狠银 香港的双红花棍 我不知道大家会儿知不知道 人家把这帮的人带来了 那各顶各能的 网上你就数着什么14K了 西安了 双红花会 很牛逼的 对不对 给聂磊打了一个电话 啊 给聂磊打了一个电话 雷哥这边呢 趴着一街 喂 帅哥 你到这边来一趟 我在工地上等着你 啊 你在工地上等着我呀 行 双红花棍 行 我等着你 你等着我吧 我马上过去 给这电话呢 趴着一撂下 电话这边一撂下 说你看这边来了哥 那 雷哥呢 领着四大金刚 领着王群立 领着一帮兄弟 奔着工地这边就去了 哎 他们带了一共说能有五六十号人吧 人家来怎么来呀 包机 包飞机来 江九集团有的是钱 而且这张一剑吧 就挺有钱的这个 香港的商人 手底下养着一大帮兄弟 挺牛逼的 双红花棍都伺候他 你想想这人的有钱有的啥程度 这钱的有钱有的啥地步啊 对不对 这个时候 雷哥他们往这一来 六台奥迪100全开来了 后边跟着两台白色的本田 雷哥这两年挣着钱 基本上全买车了 把车往这一停下 从车上一下来 聂蕾这小派头拿的绝对死 而且呢 还有老万 还有老万的人 从车上这一下来 老万当时一眼就瞅着聂蕾了 但是老万这个脸色吧 挺难看的 说你看怎么聂蕾还掺和这个事呢 他也知道现在李海挺他妈照着聂蕾的 但是照着归照着 但是李海并不喜欢聂蕾 但你一他妈一点 你一点办法你也没有 对不对哥 你有啥招啊 那就就李心涵就喜欢聂蕾 就喜欢成那样 你没办法 一整就是我乐意 一整就是我自杀 老万的脸色吧 就相当的难看了 那来到了聂蕾的跟前 当时就说了 兄弟 我希望你把这个面给我啊 人真是找我来了 那毕竟是给人打霉了 二百万港币 折合成人民币的情况下也没多少米 大概一百多万 你赔给他 然后呢 你把那打人的交出来 是不是 是让他们带走也好 是让他们打射两条腿也好 还是怎么的也好 你就别护了他了 我怎么不知道你手底下有个叫任浩的兄弟 那肯定是刚给你时间不长 肯定是刚给你时间不久 对不对 刚给你时间不长 那就别这么护着他 并没有说给你立下个什么功劳 如果他们要的是史电林 要的是刘毅 我这边就给你拦回去了 什么任浩啊 来谁叫任浩啊 你要够点出来让我看看来 任浩向前一步走 嘎就出来了 往这一站 我是 张子豪是你杀的是吧 是我杀的 人家那边娃就上来了 来了一帮赶方的人 打算就给任浩带走 这边啊 史电林刘毅刘峰 你包括蒋元哥四个往前 嘎哇这一上 我看看谁敢动来 我看看谁敢动 谁要动我兄弟啊 史电林和刘毅嘎哇 他是这一拦住 谁要动我兄弟啊 我看看来 你这么牛逼吗 操动我兄弟 没事兄弟啊 有哥在这 谁也带我走你 老漫在这 史电林 你他妈放开 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是吧 我他妈谁的话我也不听 我就听我雷哥的话 谁要把我兄弟带走啊 党方的怎么的 找到你了 我们就得给面子 这他妈是我兄弟 昨天晚上给我哥磕头了 就是我哥的兄弟 那 放心 谁也带不走你 谁要是带走你 我他妈砍死他 老万当时在这 老万当时在这 你信不信我让人 都给你们抓了 你信不信我让人 全给你们抓起来呀 聂雷啊 不是哥这两年 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边没说是咋的 非得跟我对着干 非得跟我对着来 是吧 聂雷往前上了 你看聂雷说的 这两句话啊 又来了 大哥 面子呢 我不是不给你 如果我要不认识他 他又不是我兄弟 我指定就把他交出来了 这么些人 我要把我的兄弟们交给他 那我聂雷就不要混了 还有啊 我要是接下来 再说个事的行为下 你不能撤我嘴巴子吧 啥呀 这个项目我干了 让他们回去吧 你说啥 上去嘎给捏了 这头发就揪住了 你说啥 你再说一遍来我听听 我怎么没太听明白呢 啊 你说啥 我说这个项目给我 谁也不行干了 我不允许他们干 我妈 你还知道你自个是谁不了 你妈的 你还知道你自个叫啥不 啊 现在都敢跟我炸刺了 是吧 现在都敢跟我刺眼了 是吧 把刚才这句话给我收回去 二百万港币给人拿着 啊 你他妈干房地产 你不就是个小会儿不是吗 你他妈不就是个小流氓吗 你来 没有我照着你 你早死他妈一百回了 跟我在这陈伯瞪眼 怎么的 你大了 是吧 你在我面前 你大一个 你试试 啊 我招商招来的 资方 你给人整走 这边撤资了 你他妈垫钱的 你兜里边有多钱 我太清楚了 把刚才这句话收回去 跟我道歉 跟我的资方道歉 要不然呢 这些年你干的啥事 我他妈全给你抖出来 对 老万有油损 你必须得有油损 你也知道说啥吗 就通过这儿 咱大家伙能不能听明白 能不能看出来了 磊哥跟所谓白道上这些人 那就是互惠互利的关系 到关键时刻 老万 老万并没有向着你捏垒啊 对不对 人家还是向着脂肪啊 你捏垒 无非一个月给我拿个三五万 给我拿个三万两万的 但是这个活只要一下来 那我这一炮可能就一两百万 可能就两三百万 甚至要更多 那我肯定说有奶就是娘啊 我费这么大劲 我走到了二把的身边 我为了啥呀 啊 有一个月给我拿三十万的 我非站着你一个月 给我拿三万块钱力上 这听没听明白兄弟们 你教不透他们 人家在这个职位上 就是为了敏 有人往这啪拍十二百万 把念磊给我干死 老万巴唧一下 给念磊就得告诉 老提感情 提什么感情啊 真像家代和小勇这样的感情 有几个呀 对不对 人号上来了 人这小子不是小咖了 往前这一来 啊 我就在这呢 给我整走吧 别打我哥 啊 念磊倒不可能冲动到说 打老万 那他不敢 啊 有能力给我带走 人是我打的 这边说你看港方 挖着要给人蹲走 这边史连林他们啊 操你妈 来来来 从车上拿枪去 把枪拿来 史连林他们从车上 搁把给奥迪一百里边 把五连发拿来了 框的一路 十多个人往前一站 谁敢动他 我看看谁敢动他 得亏王群立聪明 王群立太聪明了 眼瞅着都绷不住了 人家双红花棍这边也来的 啊 也是这么的就来了 在后边也是一句叫小啊 衰宅衰宅 在这就这样 懒宅懒宅 就这个 眼看场面要绷不住了 听到谁来了 李心涵来了 哎呀 你敢打聂蕾 你敢打他 我问问 你敢打他 这家的小劲给你拿的 一瞅聂蕾那嘴巴的 让人扇这么红 往前这一站 他打你了 是不是他打你了 你们凭什么打人 你们凭什么打人 有事不会说 万叔 我觉得你不这样 你不知道我俩好 你打他 小韩子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你回去 我不 他给雷哥的小胳膊一搂住 你打我男人是怎么能行啊 啊 咱退一步讲 说难听点 你打的是聂蕾 你打的是我男朋友 往大了说 你打的是我爸厉害的女婿 这一扬言全场鸦雀无声了 你打的是厉害的女婿 你打一个试试来 你试试 你打吧 你只要打 回去我就找我爸去 往那一跪 我就是哭 我就上吊 我拿着安眠药 我就吃 你打吧 这不是你该胡闹的地方 回去 我不回去 怎么的 我回去干啥呀 我告诉你们啊 我雷哥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他想咋样 他就咋样 你们谁也管不着 你们想干呢 我们也想干 我也参与 算我爸一会 我也参与 让我爸给我拿钱 我也参与 我哥干啥 我干啥 聂雷在这儿 又气又笑 真的啊 又气又笑 雷哥从来没想说 我能从李心涵身上得到点什么 这真让老李心涵的 回回关键时刻 人就跳出来帮你 说实话 聂雷真想跟他做个很好的朋友 哪怕任他当个小妹妹都行了 但是这女的吧 就老想嫁给雷哥 他老想玩雷哥 你说 来吧 我看谁啊 这个时候 王群立就特别会煽动气氛 往上边啪的一来啊 手里边拿小喇叭 父老乡下的 就整个在南宁下路这一块 一大帮菜签户在这围了里三层 外三层 看看这两个资房要怎么样 是吧 王群立说了 在家里边怎么合计的 咱们怎么来啊 你因为什么受爱呗 对吧 你又要因为什么受人家的追捧 你不得让利吗 那现在老万在这块 李海他姑娘在这块 现在港方也在这块 我们也在这块 而我们已经拿到资金了 我就叫嚣叫到明面上了 那 相信吧 知道为什么任浩要杀人吗 那大家伙都知道吧 就因为港方的这些强拆队 无端的殴打 辱骂任浩的母亲 我相信只要是当儿子的 当姑娘的 咱都看不过去吧 是 虽然任浩触犯了法律 法律轻饶不了他 但是 我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我支持任浩 你们觉得呢 老百姓不就是嚼舌头跟吗 对 港方那边 派了什么一堆 说香港话的 上我们家去 拿着搞霸说不搬 就把腿打折 对 港方那边那个谁啊 张子豪三天欺负了 欺负了我们两回 给我爹也打了 我爹现在都脑血酸了 对 那根本都不按市场价排 比市场价都差太多 咱不能让他们拆 王群立一看 有效果 好 那 我们群立置业公司 在这承诺一点 让我累个干 咱们现在就可以写合同 咱们都不来口头约定 白纸黑字 咱们写的清清楚楚 我们不但会按市场价 赔给你们 并且 按照你们房子的总价值 我每一户再多补贴 十分之一怎么样 自个会算这个账吧 值十万块钱就给你拿一万 值二十万块钱就给你拿两万 按照市场价 多十分之一的价格 给你们赔怎么样 说到做到 现在咱就可以打印合同 马上就签 小一年在我这 谁不签 谁是畜生 敢不敢 那我问问你 百姓 百姓他图什么 他不还是图点赢头小利吗 那个 我觉得让群力之业 拆迁比较好 那个我觉得也让群力之业 拆迁比较好 我觉得也是让聂蕾的公司 这个拆迁比较好 是不是 咱别说多给十分之一了 那都无所谓 能按正常价格赔给咱们 咱这几百户就搬了 那就搬了 王群力特别满足地 从上面就下来了 趴着一下来 万民说 你听着了吧 这是民意啊 当官不为民作主 不如回家买红薯啊 老万在这气得连三铁青啊 你们他们有钱吗 这个项目干完 你得垫资垫多钱 你知道吗 垫他妈一千六七百万 你们手里边有多钱 我不知道啊 聂鼎荣给我们投资了 你 谁 聂鼎荣给我们投资了 紧接着啊 雷哥往前面这一上 大哥 你过来一下 干啥啊 你过来一下 从这边这一来 啊 借一步说话 老万大哥 你别生气啊 我不是说以下犯上对你不尊重了 原来 这两年你是越来越大了 你是越来越狂了 我看的早晚啊 你都不把我放眼里了 那不是 咱俩能说事吧 队伍啊 你是打也打了 你是骂也骂了 咱能不能聊聊 我这个活就没打算挣钱 那边给你多少回扣 我给你双份不完了吗 对他们呢 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 让我把这个事干了 啊 聂顶蓉真给你拿钱了 你打电话问 我还真就得打电话问 我还真信不着你 你小子他妈这鬼点的态度 聂顶蓉不也是老万 找回来的吗 对不对 喂 聂总 我是青岛老万啊 万秘书 你好 怎么了 我听说 市南区南京下路这个项目 你给聂里投资了 投了 你给投多钱呢 他已经算了七百 他自个手里有点 然后呢 他手底下刘凤玉 刘凤玉他爹在银行里边工作 银行里边也算一份 一千六七百万 根本就难不住他 行 那我知道了 电话啪的一撂下 我没骗你吧 那这帮人怎么办 这帮人我自有办法打发了他 你只要不管他们了 在青岛他们就没人 我给打出去不就完了呗 我干别的不行 打仗我还打不了啊 那李海那边 李海那边你更不用管 就这一个李信函在这 我看着你都麻了 对不对 标书不是在他们手里边吗 我会想办法要过来 剩下的呀 你就别管了 还是自个儿 还是自个儿心思啊 自个儿看着办法 我估摸着又得打是吧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 我那一份你放心啊 他给你多少 我都不用问 我算我也能算出来 双份我给你 我还是那句话 这个项目我就没打着挣钱 我不赔就行 我想发财 我想干大 我怎么得我也得来 你想想 后边如意小区整起来 我给你来几趟 给你家领导来几趟 我前面整个如意大厦 现在不是鼓励年轻人创业吗 如意大厦 咱给他整上重创空间 往外租 到时候我应你啊 我拿出五百瓶来给的你 你小子还真是个天生 做坏事的溜啊 啊 后边小区 前边重创空间 你是行啊 前边不卖啊 前边不卖 前边只送 只租 真他们会说话 房子在这绝对有价值 我只租和送 我一套都不卖 只要是我结交下的 只要是我结交下的 白道大员 来 你是官小一点的 我送给你五十平 像你这段位的 我给你来三百平 我不卖 但你可以卖 那不也是钱吗 是不是 至于往这楼里面来办公的 这一百多户商家 这一百多个公司 每年给我喂房租 都喂的我五保六保 房地产不就是 钻头水泥沙的石头吗 两年房租 我这大厦就出来了 那我送你点房子呢 所以说呀 这个事就不用管了 行啊 你小子 自个看着解决吧 扭头来到了港方这边就说了 你们先跟我回办公室 有这个事情了 我给你们唠一唠 港方这边就跟他回到办公室 聂磊着重的感谢了一下子 南宁下路这边 这伙人 说你们真捧我 我承诺给你们的 我指定能做到 每个人额外再多给一份 多给十分之一吧 每个人再再额外的多给一份 雷哥当时说了 那底下一片交好 所以说这个活 基本上雷哥是拿定了 那标书不给怎么办呢 标书不给我 曹你要 你要是不给 我就打 故事这么讲 过不过瘾的 这叫社会大哥的故事 过不过瘾兄弟们 我先让李海给你要 然后我让老万也劝你 再不给 打你 怎么的了 就这么霸道 为什么说聂磊号称是最狂的社会人 我都已经在收敛着讲了 哈尔滨那个四哥比他更霸道 这个事要是哈尔滨的四哥来办的情况下 你知道这个事他怎么办吗 脑袋一歪歪 眼睛在小坑里边 谁也不想干 只有四爷能干 谁要干 格杀勿论 那更霸道 那个 还记得吧 哈尔滨四哥四爷 他的左右名是啥呀 我干 谁也别抢 别管是衙门的活 还是谁的活 什么港方的活 什么澳门的活 来到哈尔滨干不了 我四爷不点头 谁也不干 谁要是干 马上 你的车在哪停着 你家在那住 门上给你喷四个字 格杀勿论 那你看 来到办公室里边 这边又好一顿劝 说你看损失点就损失点吧 不行 我从我的回扣里边 给你们拿出来的损失 这个聂磊吧 找到了我们青岛的一把手 那比我的领导要大 他要是从中运作的情况下 那标书肯定是 你那一份就不生效了 是不是 人港方这边不乐意了 你把我们招过来了 你给我们晾这儿来 那能行吗 那再一个 我都没有见识到聂磊 啥样 你就让我们把标书 转让出去 那绝对是不行 余甚啊 人港方这边联系人 你不要打我吗 那我也猛龙过江 从香港这边 找个大佬过来 明天我跟你对决对决 我看看你能有多牛逼 那黑的咱就打 白的咱就玩 你可别小小江九集团 人家在咱们这边 也认识很多牛逼的大咖 人家也认识很多 牛逼的大佬 那就注定什么呀 不是猛龙 不过江 聂磊治党 香港伤 那你看明天的故事啥样 那打的可以说是老热闹了 那是太激烈了